我们之前总说新品 聊热门的器材 今天咱们换个角度 聊一个开始走下坡路 前景堪忧的品牌 但是他们大家的相机 是我用的非常非常久 而且很喜欢的产品 奥林巴斯 为什么喜欢它 为什么而选 而最后又为什么放弃 欢迎收看采风摄影生活大致 我是大马毛本 奥林巴斯对于我 还有身边很多喜欢摄影的朋友 影响都是很深远的 摄影大师尤金史密斯 那张抽着烟 画着72格半画幅 PenF的肖像照片 那完美解释了 什么叫摄影老炮该有的样子 在上世纪70年代 OM单反相机精致的设计 让很多人爱上了相机 这给称人玩具 米古九美时代的 贝壳滑盖的设计 让塑料相机也可以成为经典 30年之后的今天 当小姑娘从奶奶的壁橱里边 翻出了MU系列的傻瓜胶片相机 发现依然可以引领市场 这款相机可是当年把对手 按的地上摩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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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数字影响时代 奥林巴斯虽然没有当年的辉煌 但是也是以先驱者的姿态出现 比如像EP1是2009年 第一台大胆渠道取景器限制 采用极简机身设计的可更换 相机 相机一定要小 这就是奥林巴斯的信念 那么说回到我自己 在2015年数码单反和微单混转的那段时间 奥林巴斯M5二代是我第一个选择的微单 因为工作的原因 其实我对相机的性能还有设计 其实是非常非常挑剔的 那时候市场的微单相机有很多 但是为什么偏偏选择奥林巴斯 喜欢它的原因 主要就是有三点 第一个就是轻巧 指的是整个系统的轻巧 不光是机身小 而且镜头也是非常轻巧 出门根本不用发愁 戴这只镜头还是戴那只镜头 全都戴上就好了 什么8号米的余眼 12-40 75-300等效600毫米镜头 全加起来两公斤不到 没有拍不到的题材 像什么月球 陨石坑 太阳黑紫 都不带花下 而且超强的精神防抖 两秒快门这都不叫事 手持15秒拍清空你信不信 它真就发声了 这样我出门连三脚架都省了 这种搭配的好处就是高效 我在片尾会放出一段视频 大多数是使用EM5二代手持拍摄 还有一部分是使用非常轻量的稳定器 我记得是智云的Plus 只用一个周末就完成了 调度30个人的拍摄 这个是使用大相机绝对不可能的 第二个就是镜头 小画幅其实不是原罪 当然理论上来讲 暗光拍摄敌越大 画面就越细腻 但是实际有拍摄经历的朋友都知道 由于全画幅大光圈景深过浅 所以实际拍摄中必须要把光圈收小 即使给你一个85 1.2的镜头 也得收到F4可以才得到比较可用的景深 这样在暗光下收小光圈 就不得不把SO提升到1600或3000人来拍摄 但是像Michael Forbes的2084镜头 天生焦距短 景深它 拍摄时候 即使全开光圈1.4到1.2 也可以得到非常好的景深 我根本不用提升ISO 这几年下来发现ISO800以上都很难用到 所以小画幅画质粗糙这事儿 在我这儿基本上不成立 第三一点就是系统性 也就是设计 Olympus是一个懂摄影师的品牌 大到整个系统的建制 相机周边所有的配件专业性丰富度非常非常好 小到相机操作人一些细节的设计 甚至像波轮上的压花的深度 都让操作者觉得特别特别的贴心 Olympus系统建制有多权 给您举个简单的例子 如果您喜欢户外潜水摄影 Olympus的微单 连专业的40米潜水壳都帮您做好了 而且还不贵 打个比方 索尼家的第三方的潜水壳子 光壳子本身就至少3000刀 Olympus连相机带壳一共才2000多 甚至你还可以配专用的水下TTL闪光灯 像EM5二代和EM1二代的机身 还有我们户外摄影 喜欢的防尘防水 可翻转眼睛屏 卷屏触摸 静音快门 8000万像素的摇摇乐 简直就是极限旅行摄影师的最爱 就这样 我基本上开开心心 用Olympus为单 大概是三年多的时间 最后放弃1084是2018年底 原因很简单 两个 第一个是因为我们从拍摄照片的重心 转为拍摄视频为主 而工作室呢 整个的系统又是一索尼和嘉宁为主 所以Olympus完全无法介入 第二点呢 就是Olympus的颜色真的是不讨喜 这是硬上 其实对于拍摄照片弱格式呢 并不受影响 但是拍摄视频后期 像这种空间调整不大的操作 这个问题就比较致命了 所以为了不浪费器材 只能是放弃了 之后啊 就一直只是默默关注Olympus 直到之前几个月 忽然传出了Olympus 玻璃亏损的相机业务 由GIP这家帮助企业进行资产玻璃的公司接手 前景不容乐观 这么好的一品牌 唉 可是话说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为什么失败 咱们总结一下 我大概想着有几点 第一个呢 就是Olympus没有核心竞争力 相机是个性消费品 70年代到2010年之前呢 平板以上市场是增量市场 蛋糕足够大到每个人都够吃 但是2010年以后呢 手机大量替代相机 萎缩的相机市场 让大家必须拼出老本来抢 像佳能有超强的市场推广手段 尼康有超大的群众基础 索尼做视频出身 就看准了视频市场使劲发力 就算是像富士靠着颜色讨好一样痛吃 而奥林巴斯之前说到的优点 小巧 镜头高素质 系统性强 没有一个是人无我有的优点 随着镜头镜数的进步 全开光圈 高素质镜头比比皆是 加上奥林巴斯不懂视频 从小就偏科 你想想 连佳能尼康这种庞然大物 日子都不好过 你奥林巴斯一个二星品牌 日子也不一定好到哪儿去 第二个原因就是没有渣男精神 面子太薄 只会坚持自己所谓的风骨 你看看索尼亚 和美能达结婚 入股奥林巴斯 不是为了过日子 酒是为了生孩子 镜头 还要基身防守技术 一拿到手 凤凰男立马翻脸 别人是什么挣钱做什么 比如感动家的 到现在 没给半画幅系统开发出 让我感动的镜头 可是别的品牌 要是感动一下 它的专业市场 你试试 还有那个当初 共同开发 Michael Fletcher 系统的这个松下 当马拉松联盟 突然宣布成立的时候 我就知道 奥林巴斯这次绝对是凉了 老伴都跟人跑了 留下一个人孤独中老 你再看这个微单市场 各个品牌 各怀鬼胎 当年微单 基本上都是说小巧轻便打的这张猫牌 但是现在你看这些品牌 有一个算一个 哪个还把小巧当买点 一个比一个大 一个比一个粗 一个比一个买的贵 钱都赚了 谁还在乎当时的承诺 只有奥林巴斯是真心 专心伺候自己家里的用户 一心一意 做半画幅的镜头就是它 机身里边能给你的功能 也都是它 唉 说的这真是有点可惜了 第三点失败原因呢 这也是最致命的 就是缺少前瞻性 奥林巴斯在当年胶片时代的 PIN-F系统 半格系统 得到了一些甜头 早年间呢 半画幅数码相机呢 也照顾到了早期CMOS边缘化 是衰减的问题 所以更小的相场 更容易实现高画质 所以产品呢 基本做的也顺风顺水 倒是后来CMOS迅速廉价化以后 还要压榨出CMOS 这些技术的极限 在早期的FourThird系统的后期 这边呢 明明各个厂商的全画服务 和视频画已经开始 但是奥林巴斯没有 及时调整技术和战术 大势所趋呢 也不说迷途知返 这是它失败的主要原因 84年 一个工业拓荒者的传动品牌 它曾经的成功和创新 已经足以让我们为奥林巴斯 致敬 话说到最后啊 奥林巴斯的相机 虽然在市场上还有销售 但是呢 作为用户 你还能不能选 我觉得这个问题呢 还是看您的心态 到底是买一个别人有 我也要有的大光圈 全画服务 还是买一个适合自己 能够满足自己需要的好相机 如果您已经在买到林巴斯相机 您放心啊 您有别人羡慕都羡慕不过来的超大镜头群 光是定调镜头 你就看啊 从8毫米 12毫米 15毫米 17毫米 20毫米 25毫米 30毫米 45毫米 60毫米 75毫米 300毫米 除此之外 还有一大票的高质量变焦 而且极其丰富的附件系统 照现在的趋势啊 大家都在追全服的时候 二手的麦克福斯的镜头 一定大量充斥市场 您可以用非常开心的价格 开开心心的玩好这套系统 如果您现在还没有奥林巴斯相机 但是以拍摄照片 尤其是旅行照片为主啊 这个品牌依然在我的选择清单上 毕竟奥林巴斯只是玻璃相机业务 但是整个相机呢 无业务我觉得不会夹人纸 就算是不继续做相机了 奥林巴斯也不会臭不要脸的 分行李尿条子 不管老客户的售后 对不对 很大几率上 我觉得OMD相机还在市场上 存留很长一段时间 我觉得您可以放心使用 在本期节目最后呢 给您放一段视频 这是我在很早以前 2016年 也就是四年前拍摄的 那时候花质还只有高清 没有4K 是我们MCCC 墨尔本华人自行车俱乐部的宣传片 MCCC是我认为在墨尔本 最阳光 最积极 最健康 最开心 而且最热情的一帮人 当时呢 我们是自行车队刚刚制作好队服 整齐划一 我说哎 不如咱拍个视频玩玩吧 哎 一拍即合 全队30多个 这个积极的骨干 通力配合 一个月的时间筹备 一个周末拍摄 用一周时间剪辑 就完成了这部纯自娱自乐的片子 在拍摄过程中呢 还加了点私货 我们当时的队长呢 完成了他个人的大事 偷偷在这次拍摄过程中呢 还求了个婚 全程呢 我是使用眼母二代和1240 75300 这两支镜头拍摄 哎 早年间的拍摄手法 还很优质和粗糙 大家凑合看 但是 这是我用眼母二代 记录下最值得机的一段视频 请大家收看 请大家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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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